菲律宾海军船舰罗刹号发射飞弹 在空中留下白色烟雾 中国制造的补给舰 卡里拉雅胡号 除以后作为靶舰 遭到美飞联手 以反舰飞弹和长钉连番攻击 最后集成 成为今年美飞肩并肩演习 最大亮点 双方本次演习进一步扩大 邀请法国澳洲一同加入 甚至集成中置船舰 虽然美飞双方持续澄清 使用中置船舰一无所指 但中国有看法指控 肩并肩演习假想敌是路人皆知 甚至盯上中国航空母舰 美飞先是在演习中投放实弹 击成了一艘模拟中方武装渔船的船只 紧接着美飞在兵骑推演中 又盯上了中国的航空母舰 有中国网媒报道 疑似辽宁舰或山东舰的模型 出现在美飞沙盘推演中 不忘大酸违背真实情况 因为航母不可能如此靠近领海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 停止挑动对抗 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使用精神胜利法搞自我安慰 此外 针对美飞军演时集成中置船只 北京当局不忘公开讥讽 是在体验精神胜利 让中非南海对峙后 局势在升温 三立新闻 蔡茂婷报导